大家好 我是西街 新年快乐 朋友 你现在你的心目中间在想什么呢 在这崭新的2022年 我们每个人都想着我要更加成功 我要更加幸福 我要赚更多钱 我要突破自己 这几天在中国也很多的朋友过来看我 跟我的妈妈同时他们跟我讲了一下 就说在美国那边购房有什么样的制度 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跟中国的朋友 到美国去资产 那么从美国到中国来资产 我想针对于这一点差异 我总结了一下 有十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美两国买房的差异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 对于美国市场不熟悉的中国买家来说 提前要做好信息储备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 城市与乡村的定义 在中国人民生活的环境 城市和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城市是一个相对商业集中的地方 所有的机构都在其中 无论你是购物吃饭工作娱乐甚至看病都必须进城 人们继续在城里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 造成了很多不便 所以在中国 城市就是城市 乡村就是乡村 在美国呢 不管你是在纽约 还是在洛杉矶 没有绝对的城市和乡村的区别 只有城中心有一个很小的相对集中的地方 其他就像卫星一样浮射区区的国各城市和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自成体系一套系统 人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都用到市中心去 在自己所聚聚的区域或者小的市都可以办的 第二 美国的房地产制度健全 在美国的买卖房屋里面呢 有许多的第三方机构来协助买卖房屋的进程 这里面还有估价公司 房屋检查公司 公正公司 银行 律师行 以及经纪人制度 产权保险公司等等 使房地产行业能够公平 透明 健康 蓬勃的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事业近几年刚刚起步 还不够完善 不论是中介制度还是买卖过程 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政府在不同时段的宏观调控 变范模测 让人无所失从 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远超过房地产实际需求 第三 产权的不同 美国是私有财产制 房屋的买卖包括土地 就是说 你买房的同时 也同时买下了盖房子的那块地 而且美国的产权是永久性的 而中国的拒责产权是70年期限 一般商业房产期限只有50年 第四 房产税不同 在美国 只要你拥有房子 你就要交纳房地产税 美国通常为1到3% 加州差不多在1.2到2%之间 当然有的是是新的开发区 有它的城市的一个规发费 各州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 所以你买了房子以后 每年都要交房地产税 变成你拥有财产的持有成本 这也使得美国房屋的控制率降低 相对控制了投机者的炒房行为 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五年 你没有交房地产税 那么你这个房子会被政府收回 作为政府管理 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有30%以上的空置房屋 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买房当成是投机 购房后不是入住或出租 也是空置等待房地产市场短期内暴涨 所以大部分投资房都是空置的 中国为了抑制房屋的空置率 也开始在几个大城市实验性的征收房产税 但房产税率只有0.5%左右 不能起到预期的养殖炒房的作用 第五点 房源系统不同 在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里面 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 就是他们的房源系统 在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房源 各家房地产公司直卖自己卖的房子 或者与少部分关系好的同业交换房源 同范围大小 多少都有关 局限性很大 美国有一个房源共享系统 MLS 每一个经纪人都把房源信息 全需到这个系统上 所以上市的房子 在这个系统中都非常透明 一幕了难 我可以带着我的客人 找到他满意的房子 而这房子不必是我所卖的 商业部分 包括地亚 商业立场呢 也是同样在一个系统上面 叫Lubler 在这上面所有的信息房源 土地源都能一抹了难 第六支付佣金方式不同 在美国房地产买卖时 东西双方很多州是不一样的 美国西部很多州 卖家是负责买卖双方经纪人的佣金 在美国东部 他主要就是说 卖方的经纪人是属于卖方的支付 买方的经纪人就是买家来支付这个佣金 所以屋主在委托经纪人出售房屋时 就订立了合同 佣金一半在5%左右 当买主有别的经纪人带领来看房时 卖主经纪人需分一半的佣金跟买方经纪 所以这就是美国西部 这么多州啊 大家形成了这个规矩 东部的话呢 因为他们是属于律师行来做这个整个合约的定例 所以的东部那边呢 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美国为什么规定由卖主来支付双方基金的佣金 主要是因为在美国西部买卖过程中 卖主是取得金钱的一方 而买方买主是付钱的一方 在中国正好相反 有买方支付佣金 第七 房子的概念不同 在中国所谓买房指的就是买公寓房 买新房 而在美国买房一般是指二属房 独立房 这里特别是要强调的是 美国的独立房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别墅 同样说独立屋可以是上千万美金的豪宅 也可以是二三十万的破旧房子 第八 贷款的政策不同 在美国贷款买房 绝大部分是贷款期限为固定利率的15年和30年 美国的贷款也有浮动利率 但用的人很少 因为贷款人要自己承担利率上升的风险 在美国不论你用什么方式贷款 都可以在贷款没有到期之前 重新贷款或全部繁新 在中国贷款是采用浮动利率 按照市场的变化 购房者需自己承担利率变化的风险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是在美国叫贷款 也在中国叫按揭 九 贷款的利率可以抵税 在美国购买房子后 你支付的贷款利息可以从你个人所的税中扣除 这大部分是为投资房来说说的 这是政府为了鼓励民众自购房屋的优惠条件和优惠政策 在美国的税贷是比较重 比如你年薪五万 购买价格四十万左右的房贷 贷款三十万 每月要支付贷款约一千八百元 其中利息平均一千五百元 一年是一万八千块 在年中报税时扣除一万八千块的利息 你的报税的基数就降低为三万两千 节省了很多 所以租房不与买房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美国很多的租 他自己有自己的交税 自住屋跟投资屋有一定的交税跟抵税的区别 第十 计算房屋面积的尺度不一样 在美国用平方英尺来计算房屋的面积 而中国是用公质平方米 一平方米等于10.764平方英尺 同时在美国没有什么公贪面积 在中国像楼梯 在一个小转角 是一个公贪的面积 房屋的面积会比美国用平方英尺来说 它会小很多 所以在这里 我也是跟国内的很多朋友 就是讲了中美购房 包括房屋贷款 各个方面的十大差页 在这里如果有朋友 你有更好的见解 也可以在我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把你的好的建议跟你的经历 留在上面 让我们大家来分享你的好的方法 同时在这里 如果你是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管理房地产 以及拍卖房地产上面 你很有经验 也可以跟我联系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在美国投资房地产方面的 方方面面的经历 让更多的我们的华人朋友 从中避开损失 赚到很多钱 在这里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在美国作为新一名 我们精彩的故事 谢谢你 我们感恩 我们在美国投资房地产